据媒体3月13号报道称 当地时间12号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高级工程师 苏三菱MKI项目印度总负责人 苏瓦尔纳拉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除了斯坦航空公司与苏霍伊旗下的伊尔库兹克飞机制造厂外 还有一家飞机制造厂正在生产苏三菱型号的战斗机 沈飞的尖16很明显是苏三菱的复制品 并且尖16是未经斯坦航空公司的许可 就生产的战斗机是航空界一起严重的侵权事件 歼16的生产厂家必须向斯坦航空公司道歉 苏三菱战斗机曾经有个研发线 分别是贡清城研发的苏三菱MKK系列 伊尔库兹克厂研发的苏三菱MKI系列 后来贡清城的重心转向苏三菱战斗机的研发工作 因此只剩下伊尔库兹克厂在继续生产苏三菱战斗机 伊尔库兹克厂的苏三菱战斗机性能更先进 采用了三一面气动布局 矢量推力技术 而伊尔库兹克厂生产的所有苏三菱战斗机 都是在苏三菱MKI基础上研发的 当年伊尔库兹克厂研发苏三菱MKI战斗机时 获得了印度的资金支持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还参与了部分软件的开发工作 后来斯坦航空公司也建立了苏三菱MKI的生产线 拥有苏三菱MKI的部分产权 因此苏瓦尔纳拉朱认为斯坦航空公司 是苏三菱战斗机为二的生产厂家 斯坦航空公司一共生产了200多架苏三菱MKI重型战斗机 不过包括发动机雷达在内的零部件 都是俄罗斯提供的 斯坦航空公司还准备出口苏三菱MKI战斗机 不过价格高于俄罗斯原厂的产品 斯坦航空公司的工程师认为 歼16仿制了苏三菱MKK战斗机 并且未经苏获伊设计局与斯坦航空公司的许可 事实上歼16仅仅在设计思路上借鉴了苏三菱MKK 歼16的机体结构是从歼11BS战斗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歼16的垂直尾翼与歼11BS一样 都是苏二七那样的顶部切尖设计 而苏三菱MKK的垂直尾翼顶端是平行的 而且歼16的所有设备都是国产的 放弃了额制导弹发动机雷达 与印度的苏三菱MKI更是毫无关系 歼16的性能甚至要超过苏三菱MKI 歼16拥有苏三菱MKI所没有的新技术 比如复合航空材料 有原相控阵雷达 霹雳15远程空对空导弹 导弹逼近告警装置 数字是全权限发动机控制技术 而苏三菱MKI唯一的优势就是装备了 矢量推力发动机 拥有过失速机动能力 此外苏三菱MKI采用了三亿面气动布局 超音速飞行阻力更大 最大飞行速度只有1.9马赫左右 而歼16的发动机推力更大 飞行阻力更小 最大飞行速度超过2马赫 如果歼16要出口 印度的苏三菱MKI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两款战斗机的技术水平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伊尔库兹客厂对歼16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斯坦航空公司的指责没有任何依据 最后一代的写真是一样的 感谢你